哈喽 各位青春制作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斯巴传媒的孙瑞 感谢大家为我争取的 100秒福利时间 然后呢 今天呢 我就希望跟大家 落一会儿嗑 讲一下我在这里 发生的事情 我首先呢 我坦白我在这里 确实是犯了一些小错误 就是在前段时间 因为大家都长胖了 然后于是就被进了便利店 但是我晚上太饿了 偷去便利店了 然后呢 当时呢 那个便利店刚上货 尤其是那个面包架 太诱人了 金光闪闪的 然后呢 我刚一进去呢 我就静止地冲到了 面包架旁边 我谁都没看 我也没雇用任何东西 但是谁知道呢 就那天晚上 不知道怎么的 那个旋馆 大晚上呢 他在里面商品 然后结果呢 我根本就没看见呢 结果呢 跟我一起去的 那两个训练生 呜一下子 他们俩就冲到了 那个最里面的 货架的后面躲着 我不知道我 然后呢 我就在那个面包架那 我都已经不是拿面包了 我呢要上货 我说这样呢 这样往里 搂面包 你知道吗 然后呢 那个旋馆 它就一直在我后面 就这样抱着抱着 看着我 最后 我拎了一大包东西 要付钱的时候 还特别小杂 我说来 结账 然后结果这时候 突然间 我身后传了一个声音 说放那儿 我一转头 我说 我说你妈 我说你怎么在这呢 我说这大晚上 怎么不睡觉呢 就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那个场面 然后我就回想着 我自己在他面前 表现了那些 诙谐的动作 真的很丢脸 然后呢 结果那个旋馆 就很生气 然后大半夜 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 我就被罚跑五十多趟 那个上下楼 跑楼梯 跑了五十多趟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不要像我一样犯错误 我以后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但我还有太多太多的经历 太多太多搞笑的事情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然后非常想念大家 谢谢大家给我投的 就是这个一百秒福利时间 谢谢大家